原标题 他在晚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 曾活捉事变会的手 却死在胜利前夜名将巴顿曾经说过 一个军人最好的挥宿 是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 但很遗憾的是 巴顿没有完成自己这个誓言 他死在战后的车祸 苏联名将瓦杜丁做到了这一点 他牺牲在1944年2月的一次剿匪战斗中 牺牲在了魏国战争胜利的前夕 国军也有一个将领 他下血是要赶走日本鬼子 结果却倒在了1944年抗日战争快要胜利的前夕 经历过日寇无数次疯狂扫荡 和国民党完军摩擦了他 结果却折在了几个伪军的手上 这个将军就是彭雪峰 彭雪峰算起来应该是周总理的校友 同样出身于著名的南开中学 在校期间他就加入了共青团 抗日战争爆发后 他担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晚南事变后 彭雪峰不奉命改编为新四军 晚南事变之后的国民党军仍然不老实 还想着在边境地区搞摩擦 蚕食新四军的根据地 彭雪峰听到这个消息 我冒三丈 平时让着你是因为有命令 你还真当我们新四军怕你们 于是他下令自己归下的新四军第四师狠狠地打 在山头的战斗中 彭雪峰不活捉了国民党苏瓦战区司令官韩德勤 韩德勤身为司令官 却也是个胆小怕事的人 在战前他嚣张地表示 要反共到底 结果做了俘虏 立刻就面了 赶忙对彭雪峰表示 要一致抗日 不再摩擦 彭雪峰碍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没有杀这个晚南事变的柜子手 只好将他放了 但是这一战过后 韩德勤就再也没有找过彭雪峰的麻烦 日本人也惹不起这个战神 在著名的怀北反扫荡作战中 彭雪峰连战结结 歼灭敌人五百余人 自身伤亡却不到七十人 打出了惊人的战损笔 从此 整个晚北和御东根据地连在了一起 抗日形势如火如荼 日本人再也撼动不了 就是这样一个名将 却牺牲在了1944年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 当时 彭雪峰亲临战场 却指挥一场围艰敌人伪军的作战 身为高级指挥官的他 本来就远离战火 然而 这一场战役中 一颗榴弹却击中了他 带走了他的生命 这个抗日名将 再也无法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